第四三屆青龙电影奖颁发最佳人气奖 由分手的决心高跟镖 婴儿转运战的阿佑 机密头谋2的Daniel Henning 和润儿四位夺得 其中由爱豆转型演员的润儿和阿佑 最受大家的关注 不只人漂亮戏也演得好 难怪夺得最佳人气奖 我感谢ens电影语 我感谢很好的 青龙电影哟 非常感谢 我感谢光与一为爱的 成果 与二人爱的 宫里面来的 同样 超对 宫里面来自付 芯里面来自付 我非常感谢这种好的参与 BROKER TEAM 因为 我非常感谢这个参与BROKER TEAM 所以我感谢这个参与BROKER TEAM 我们的粉丝也非常感谢 之后大事女团爱舞的表演 两个人为了回到座位上 又不打扰到其他人观赏 还特别讨论了一下 最后两人拎起礼服裙摆 一前一后弯着腰 快步回到座位上 超多的画面曝光让网友们笑说 超像上课迟到的好学生 实在太可爱了